在地狱 路西法为恶灵的晋升提供了三大途径 其一 耶稣道挂 挂满三千回 其二 限制康斯坦丁一天只能抽两根 这俩一个耗食 一个费命 是以恶灵的选择都是白袍献命 传闻只要献祭9980亿人 他们就能跨越成魔神 当年瓦拉克就是耗费了848个白袍 才成为了所罗门第62主魔神 现在 恶灵马瑞安也走的这条路 他生前就做好了准备 他从小就逼儿子反串 立志要把他培养为变态 而后带彼得成年 马瑞安就让他嘎了他自己 他如愿化作了亡魂 接下来就是晋级魔神 首先 他给儿子找了个魔器 那是墨西哥初代魅魔的遗物 是一件白色婚纱 但在上集 他为了躲避神萨双修的马尔扎 将自己燃成了黑色 然后和彼得一拍集合 于是霍金斯小镇就出现了一个连环嘎人魔 60年来 彼得为马瑞安献祭了78个白袍 但姑息大寿的当天 彼得遇到了一个孩子 这让他欣喜若狂 因为小男孩生具双灵体 是上好的附身容器 原来彼得早就厌倦了当傀儡 这是他脱离母亲的大好机会 他连夜嘎了他自己 于是世间再无彼得 只剩下了黑沙恶灵帕克 接着他一步步地靠近了小男孩 很明显 帕克计划金蝉投鞘 他打算利用小男孩继续还魂 和得手之际 帕克遇到了一个驱魔界的大难 也就是青年的阿拉贡 小男孩淋雨被崩 黑沙帕克功亏一篑 他恨死了阿拉贡 三十年来 他找了阿拉贡无数次麻烦 但是打不过 这个老太婆 他是真的打不过 甚至他拉来的蒙有氧气罩 都被对方做成了通灵面具 帕克怂了 他只敢在暗处伺机而动 他眼睁睁地看着小男孩 长成了巴特 还生了几个儿子 望着其乐融融的一家子 帕克恼羞成怒 他觉得是巴特霸占了他的幸福 于是他联系了一只恶灵 死了换作红魔萨 是一方庄园霸你 手底下的蒂富林不计其数 帕克打算借刀杀人 他将巴特的儿子是双灵体 泄露给了红魔 果然 对方连夜就拘了其魂祸 接着就是引蛇出洞 因为巴特如果想救自己儿子 那他一定就要解开灵域封印 而解封之时 就是他帕克的重生之日 一切如他所料 巴特灵魂出墙 去寻了儿子道格 最终 趁着阿拉贡一行人和萨都玉榜相侦 帕克成功入侵了巴特 但阿拉贡不愧是驱魔界顶级大拿 很快他就发现了端倪 巴特的手指好似附了魔 阿拉贡洋装不知情 接着用鬼相机响咽名猜测 可惜他忘记了一件事 那就是被附身的巴特 顿顿指五个哑铃 身上力气大的惊人 阿拉贡被掐得毫无还手之力 等楼下的克莱尔听到动静 阿拉贡已经魂飞天际 他终究没度过自己的第三难 而克莱尔同样看到了相机 难道自己的丈夫是恶灵 克莱尔惊骇交加 和帕克隐忍了这么多年 他对巴特的模仿简直信守年来 面对一模一样的丈夫 克莱尔顿感迷茫 好在警方告诉他 阿拉贡脖子上的指纹和巴特并不吻合 这才彻底浇灭了他的怀疑 于是他和巴特搬到了婆婆家 他们打算开始新的生活 可惜好景不长 因为他的儿子对他说了一句话 原来自打夺魂事件之后 道格就彻底觉醒了双灵体 并且搬到奶奶家的第一晚 他就遇到了怪事 当时他正在睡觉 但耳边图电话却传来动静 道格以为是弟弟 可里面却说 道格瞬间清醒 他一咕噜坐直身体 这才发现传话筒的末端 赫然是一个双开门衣柜 而这个衣柜在三十年前 就曾让年轻的阿拉贡持过门窥 好在这次里面 只是跑出来了一头幽魂 不 不止一只 是一群 他们都是帕克给母亲献祭的王陵 哥哥还争先恐后地说 道格哪里见过这种证实 他迅速关合了身体 带到一切恢复平静 他又听到走廊传来窃窃私语 是他的父亲 听完儿子描述 克莱尔心烦意乱 因为这段时间 他也没睡一个好觉 不仅是因为巴特又想要儿子 还因为他总是听到钢琴无故声音 可琴房里明明没人 而他将此事告诉丈夫的时候 巴特也是一反常态 他根本没把这当回事 只是让克莱尔因较应赖腹 享受 享受个屁 克莱尔越想越觉得不对劲 可还没理清头绪 一变就灵 难道客厅里还有其他人 克莱尔打算一探究竟 当然 他并没有任何发现 但三秒后 一个白色的身影凭空出现 在克莱尔的木凳口袋中 对方优雅起身 对着他微微说虚 克莱尔立即尾随 不过前方已经人去楼空 只是女儿的监听里又出现回忆 接着 克莱尔亡魂大冒 他三步并两步 可防门紧闭 他进不去 直到他听到里面传来 女儿被欺负 克莱尔心急如焚 他一把撞开了门 可婴儿床上竟没人 六神无主之际 克莱尔直奔楼顶 在拐角 克莱尔虽然被吓得不轻 但他现在一心找闺女 根本无暇恐惧 不过 动手的正是马瑞安 他觉得是克莱尔拐跑了他儿子 与此同时 婆婆苏珊找到了民调双雄 他怀疑家里又在闹灵异 因为昨晚 他也遇到了怪事情 当时他正在吃不及 只是喝水的功夫 镜子里就出现了一个白衣羽人 带他回头 对方已经飘到了门后 苏珊犹豫再三 还是一把拉开门 监视儿子 他如实重负 他想将此事告诉巴特 可对方只是一脸淡定 听完苏珊的描述 民调双雄一脸凝重 半小时前 他们玩过一场游戏 输的人需要打头阵 因为阿拉贡的驱魔办公室 他们也是第一次进 在那里 他们不仅看到了各种驱魔战利品 更重要的是 熊儿还找到了一卷子带 里面记录了巴特的第一次驱魔 而诡异的是 录下的调高亮度之后 隐约可见一人影 其形还酷似巴特 年前的一切 让三人细思极恐 他们立即联系了一个人 梅尔不吉桑 阿拉贡大师兄 当年巴特双零体事件的参与人 虽然实力不及师妹 但一手战卜术玩的是出神入化 他们打算用头子做媒介 向阿拉贡寻求帮助 随着骰子的跳动 房间的磁场也出现了波动 很明显 他们成功链接到了阿拉贡 梅尔迅速追问师妹谁是凶手 梅尔继续询问凶手在何处 望着骰子的回复 苏珊若有所思 因为圣战天使是一家医院 她曾经就是那里的主治医师 锁定凶手位置后 四人马不停蹄 但刚到此地 梅尔就阴影感到不安 她的灵觉在疯狂欲紧 尤其是经过了一扇门 看来这间屋子就是目的地 望着房间的配置 苏珊不禁回想起了往事 三十年前 她儿子巴特曾接过她下班 当时她正在治疗一个阉割自己的老汉 但不知为何 老汉忽然暴起 似乎对巴特一场感兴趣 隔天 苏珊下班的途中 又遇过那个老汉 她向对方打招呼 可对方压根不搭理 苏珊被搞得莫名其妙 她咨询值班护士 为什么对方忽然出院 可护士文言却大惊失色 因为昨晚老汉就嘎了她自己 听完苏珊回忆 中人一致认为老汉是突破狗 他们通过医院病例 寻到了对方住址 然后砸开狗洞 一行人鱼贯而入 为加快搜寻禁 四人兵分两路 苏珊梅尔一组 名调双雄一对 可他们不知道 在上级 巴特就曾进入过这栋大别野 并且在那里 他接二连三还遇到了诸多诡异 不过说来也稀奇 苏珊这组一路风平浪静 根本没遇到任何怪事 反观名调双雄 他们就没那么好运 他们在一个小规房里 先是碰到木马拼命摇晃 接着一道白影一闪而逝 两人被吓得够呛 更恐怖的是 一个小姑娘忽然凭空出现 还告诉他们三秒内不走 他就要出手 可惜他遇到的是民调双雄 两人想都没想就乖乖照做 与此同时 苏珊也有了惊人发现 他看到了一副全家福 上面的女人 还和他昨晚遇到的一模一样 可苏珊还在诧异 一遍就脱离 望着眼前的一切 梅尔灵光咋现 他立即摇了一把头子 果然他链接的根本不是阿拉贡 原来自打帕克嘎了自己 马瑞安的白袍献祭就被中断 带到帕克占据了巴特身体 马瑞安的夜心也在起 可无论他怎么游说 帕克都不为所动 甚至扬言自己已经改邪归正 要和克莱尔白头到老 这让马瑞安恼羞成怒 所以他才给了克莱尔一巴掌 现在又迁怒巴特生母 如果不是因为他们 他的儿子帕克怎么会还嘴 可惜梅尔已经识破了他的诡计 在梅尔灵爵的指引下 他们找到了一处暗门 并且在里面 他们还发现了一群尸体 正是帕克献祭的白袍 78个白袍 组成了强大的怨气磁场 梅尔只是稍一接触 就接收到了海量的记忆碎片 再结合当年的报纸 他们终于明白了所有的前因后果 既然巴特已经被寄生 那同床共枕的克莱尔必定凶险 可事实却很抓马 昏迷的克莱尔不仅十分安全 还被帕克视若珍宝 他被帕克当作了重启人生的锚点 等克莱尔苏醒 帕克就带着他 找到了他的闺女 并且帕克还告诉他 他会解决家里的各种诡异 因为帕克知道 钢琴身影的真正原因 可他不知道 苏珍已经将一切告诉了克莱尔 克莱尔瞬间迷雾 怪不得对方不懂他弹奏的小夜曲 那可是他和巴特的恩爱密码 等克莱尔撤离 民调双雄立即展开了行动 他们让梅尔带上麻醉 然后以阿拉贡朋友的身色 去拜访巴特 假意打听阿拉贡遇害的事情 实则想趁机给帕克打安定 可梅尔计划还没实施 对方就无声出现 梅尔被害一哆嗦 直直无无说不出个所以 帕克却单手背后 让梅尔拿出头子 猜猜他手里的是什么东西 梅尔无奈照做 如骰子所示 帕克果真藏有凶器 近期是真的想扎了梅尔 原来三小时前 帕克发现一件大事 他发现自己在急速衰老 马瑞安告诉他 这是双灵体的排斥 想要彻底占据巴特的身体 就必须斩断肉身击败 于是帕克又和母亲联了手 他帮他完成白袍献祭 进阶魔神 还助他斩断过往顺利成人 梅尔就是第一个祭品 眼看帕克就要得手 天降熊大 可惜他被帕克一走击飞 好在还有名调熊二 帕克虽然吃了电击 但熊二也中了大象麻醉 争管还被推到了底 昏迷之前 熊二只来得及找了个电费 于是驱魔三人组 惨遭团灭 幸运的是 梅尔宾死破壁 他进入了灵域 还狭路遇到了巴特 两人相顾无言 根本不知道接下来怎么办 最终 二人决定深入灵域 他们要去寻找阿拉贡 可灵域黑暗一片 他们像两个无头苍蝇 好在他们碰到了一个止路灵 顺着指引 他们发现了一栋别墅 正是上级巴特的老宅 那是门前还徘徊着一个恶灵 也就是上级欺负过克莱尔的那个家伙 对方手里还捏着闺女的监控 这一幕将巴特害得肝胆欲裂 他一定要救女儿 可大门紧闭 他进不去 而敲门圣也清醒了楼上的夜主夫妇 这正是时空双灵体的强大之处 他会将灵魂送往记忆的最深处 于是这级的巴特和上级的巴特 展开了亲密互动 两人虽然阴阳相隔 但处于同一时间的正反面 这级的巴特为了拯救女儿 他选择了破门而入 这才造成了上级巴特的大惊失色 而上级克莱尔母子之所以无恙 就是因为这级巴特的拼命守护 可对方已经沉默多年 灵体巴特哪里打得过 关键时刻 燃灯再现 出手的赫然 就是下线多时的阿拉贡 三人会合 阿拉贡告诉二人 他被偷袭之后 拒绝了飞升天国 而是兵解化灵 他决定复仇 并且他还找到了自己母亲 也就是他手里的那盏灯 他的母亲是燃灯气灵 只不过因为上级帮助阿拉贡 如今正在沉睡 阿拉贡告诉巴特 唯今之计 他们必须回到过去扼杀当年的帕克 于是时间线来到了30年前 中年巴特链接到了幼年巴特 然后借助小巴特的指引 他们去寻了帕克 至此 巴特灵体与尸体的时间线缠身闭合 而在门后 阿拉贡一行人则进入了一栋老房子 在那里 他们遇到了年幼的彼得 此时的他刚开始反串 正在被马瑞安培养成变态 望着眼前的一切 阿拉贡三人大概明白了帕克的遭遇 但马瑞安不愧是半步魔神 他很快就发现了不对 竟然隔着时空反向出手 阿拉贡和梅尔被喝退 巴特则成为了问中之鳖 他被一群白袍包围 马瑞安告诉他 他有三次机会 如果三次内能掀开他的盖头 他就饶过巴特 一次 两次 三次 当然马瑞安只是说笑而已 他计划将巴特格杀于时间长河 与此同时 鸿门又多了个访客 是双领体到格半小时前 因为联系不上民调双雄 克莱尔和婆婆回到了屋子 在那里 他们遇到了守株待兔的帕克 此时的帕克凶想毕落 他为了自己能活命 准备打开杀戒 可母女俩跑太盘 他的手被夹住了轮板 但这种痛却让帕克兴奋到沉沦 因为越痛越能证明他是人 于是他追杀的愈发卖力 转眼 苏珊就被困 接下来就是克莱尔 克莱尔被追得顽命尖叫 眼见逃不掉 他捡起平底锅 找着帕克闷头就敲 合适时证明 平底锅的杀伤力不如烧薯 克莱尔被砸得晕头转下 爬都爬不动 现在 他成了帕克的囊中之物 帕克告诉他 他要把他做成他的地腹灵 伴他勇士 和黑沙帕克刚开始憧憬 一变救出灵 是回家的道格兄弟 趁帕克倒地 母子三人迅速逃命 他们躲进了仓库 反左好拉脸好 三人撤进了地下室 在最里面的杂物间 克莱尔用钢筋当插销 接着用洗衣机做了夹固 三人暂时安全 但帕克竟扛起了灭火器 不能坐以待毙 道格告诉母亲 他要灵魂出墙 去寻找巴特 说做就做 道格捡起土电话 斗尖脱掉外套 然后就躲进了角落 他踏上了寻富之路 可他刚走 帕克就砸开了仓库 现在能阻挡他的只剩下 最后一块木头 东东的砸门声 好似催命在倒数 克莱尔被害的寒毛植树 他颤抖着江妖儿子 塞进了小暗格 然后捡起一把锤子 他准备和帕克拼命 同一时间 熊大终于缓过了劲 他找到了求救的苏珊 二人直奔地下室 而楼下 克莱尔已经出手 一锤 两锤 可惜三锤过后 克莱尔就被板置 他被堵到了角落 地无可避 他被帕克推倒在地 世界终于安静 可鞋地里又冒出了 熊大这个陈咬金 好在熊大是个软柿子 现在帕克再无阻碍 他打算先斩断 道格这个双灵体 当事实 硬剑的巴特 也被马瑞安逼到了角落 眼看着帕克和母亲双双 就要完成DoubleTill 填奖阿拉贡 原来阿拉贡被推到屋外后 他却进不去 因为他不属于这个时间线 一身实力却无用武之地 除非主角对他释法开关 很明显 少年彼得还不是变态 他也恨透了这个母亲马瑞安 这才让阿拉贡在毫厘之间 赶到了始发地 实力恢复之下 阿拉贡犹如在始项羽 对着马瑞安朝朝暴击 很快 帕克母子双双被打出了时间线 于是相对应 现实的巴特成了空壳 没了帕克母子 他们缠身的世界也开始褪色 阿拉贡让巴特二人一路向西 那里会有他们复活的希望 因为双灵体只能影响自身因果 他已经回不去 而在西边 巴特二人虽然遇到了一群献祭的地附灵 但也真的遇到孤身一人的道德 咱人用普电话做牵引 借助克莱尔的牵挂 终于各自回归了本体 至此一切才尘埃勒敌 可复活后没多久 巴特就和克莱尔离了婚 原因只有大学生才懂 而兵杰化林的阿拉贡 很想和民调双雄继续完成驱魔大业 可接的第一单身影 就让他改变了主意 因为他又遇到了那个庄园霸主 也就是发现自己被利用后 恼羞成怒的红魔萨都 阿拉贡无奈 他只能化作了鸿门阵手 至此驱魔界在无条大梁的存在 在下集 即阿拉贡消失的第三天 南起圣彼得堡 北至康尼迪格 也发生了害人听闻的入侵事件 而驱魔界 无论是退休大佬 还是毕业新兴 也纷纷迎战出山 这一次双方都要打一把高端